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六百万 你怎么不去抢呢 没钱赔是吧 那咱们法院见吧 咱们让法官看看他到底关几年 我很真诚地建议你啊 你是不是考虑一下 和我们小麦网的合作 来合作一苦不同生呢 我就郑重地建议你 立刻进行太罗手术 把单片取出来 否则 不但会影响你的视力 而且有可能要你的命 我想问你一下 关于这个抵押贷款的时候 你要办抵押贷款 不是您这套房子吧 不是这套 我 还有个小院 小麦网是真缺你这样的人才 一个资深制片人 对一个节目制作部门是多么重要 你带着唱歌 还有你们一口不同生的策划 一块儿过去 何时不会亏待你们 有句老话我告诉你 当运气向你们一小时 就赶快保住它 凡人奇葩谈之后 我想做一档新的节目 我会让我们的创业兽 再次火爆网牌 你需要参加这一部分的结果 你需要参加这一部分的结果 和你接下来的结果 你需要参加这一部分的结果 一部分的结果 一部分的结果 刚才大鹏都来一段话了 说她明天肯定会来 那让她休息一天也挺好 省得回头她头疼又怪是我们气的 行 推行不早了 回家吧 我在待会儿 那我陪你 别了 我是想趁着没人的时候 自己偷偷地对着青头练习一下 你在这儿我不好意思 我在你还不好意思 我可是你最坚强的后段 我现在是在闭关修炼 等到我修成了 给你汇报演出行了吧 行吧 别太晚啊 拜拜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你不是要走吗 你又过来干嘛呀 你偷看我 唱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两天我不知道怎么了 右眼皮一直跳 心下特别不踏实 我 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说得那么严重 说 就是 你别怪我八卦啊 何时是你前男友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那我怎么样 她现在发展得挺好的 而且给你抛了那么多次橄榄枝 你怎么就没答应呢 采访我呀 这橄榄枝啊 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可如果那样的话 从今往后 我就没办法面对自己了 感情上受过的伤 如果自己都忘了 就没有人会记得 丫头 过去的事你还是那么在意 你也算是清场狼首呢 当然 哥泡妞的时候 你还是红领巾呢 那不就得了 有些过去是过不去的 懂吗 懂 谁没点私人意愿呀 好吧 不聊了 稳住 我们能以 我真的懂啊 明天见 明天见 我们也没见到这个地方 我们也没见到这个地方 我们也留在那里 25年 胡掌 胡掌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们太阳文化的领路人 英明省武的展大鹏先生 这位这位见到本尊了 展仔 说几句啊 给我们全公司指明一下方向 对一艘没有航线的船来说 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 说得好 就是太深奥 没听懂 不是呢 我给解释一下啊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太阳文化彻底解散 哥哥 你别闹了 这帮孩子都还年轻不经斗啊 太刺激了 是我听错了啊 你没有听错 这个太阳文化我成立了十年了 该到了话句号的时候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我退出传媒圈了 从此不再做娱乐节目 不是 这船刚刚离岸起船 您说不玩就不玩的 不是比我们跳海吗 我会给你们安排好救生艇 把你们安全带上岸 周围 对不起 这又不干了 那我们怎么办啊 对啊 我们怎么办啊 对啊 是啊 你们来太阳文化虽然时间不长 太阳文化不会亏待你们的 太阳的鱼肉 会温暖诸位最后一场的 再见 哥 哥 怎么办啊 哥哥 赵总 哥 你这个玩笑开大了 而且一点都不好笑 你要是觉得这次 我跟你招得小孩不满意 咱们换一批人就是了呀 我这是开玩笑吗 你口口声声说你了解我 我对你太失望了 这个要是真的 我可真不敢说我了解你了 赵总 咱们是新的办公室 新的节目 一切都是新的 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你有什么新的人生计划呀 像你这样的工作狂 你出了节目 你什么都不会去做 你就是胡说八道你现在 你这次胡说八道 我就不处罚你了 但是我很不高兴 你有什么不高兴的 隋大鹏 我发现这个 可是他们说得没错 还有刘主任 他们说你离开方行人以后 什么都干不了 你呀已经过时了观念 你就做不出什么新节目 怎么着 是 我是老了 过劲了 认不上时代了 我除了身成人 我真的什么也做不了 我的能力也让你们失望了 哥 你唱的是哪出啊 你这比打我脸还难受呢 行了 我还有事 我就再给你们解释吧 不是 哥 你干嘛去啊 你这姑娘怎么一直跟着呀 是跟咱们较劲的嘛 是跟咱们较劲的嘛 你又喂 你干什么呢你 你傻都傻呀 我死不了 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放过你的 我所有的理想 所有的梦想 都交给太阳文化了 你说夺走都夺走啊 理想怎么可能被夺走呢 你只要有理想 在哪儿都能实现 你废话 当时是你把我带回来的 你说让我不放弃的 你现在呢 你走了 我呢 太阳说消失就消失 何况一个太阳文化呢 没有无缘无故的消亡 行了 我跟你说了 我还有事啊 你找什么急呢 我能不着急吗 都解散了 你跟我说清楚 办话说清楚 行 我跟你说清楚 以后这种危险动作 不要再做了 你要再跟我急 更听不到我的解释 混蛋 大混蛋 走 谁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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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刚睡着 你就给我吵醒了 真是 那个爸 我记得咱们家那些老照片 就是我上学那会儿那些照片 是不是放在电视机柜这儿了 我跟你说 你别瞎翻他 爸 别把我存折翻他出来 谁要你存折啊 再说了 我 我就是拿到你存折 我也不知道你那密码啊 爸 嗯 你怎么样啊 伤筋动骨一百千 找着呢 好 你看 你说你邓达岁数 怎么要想起丛门的他了 我 我给你找着 对不对 爸 来 签个字 那签什么字啊 买保险呢 不是 保险不是刚签个字 怎么又签呢 哪那么多 来来来 这 签哪儿啊 这 这啊 好 这这这 好 这 他 他 这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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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一样 品种不一样啊 来吧 来吧 来 这儿 这儿 来 这儿 得嘞 好 对了 爸 酒给你备好了 输点筋 喝点血 这儿 这儿怎么啦 怎么这么孝顺呢 这儿怎么这么孝顺呢 这儿怎么这么孝顺呢 我 我在这儿 我跟着你备好了 这儿呢 我 我把你备好了 我把你备好了 你备好了 我要把你备好了 警察 警察叔叔 我 我能打个电话吗 我给我公司老板打电话 警 警察 王女士 展大鹏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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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就陆飞请得起律师 我会有律师的 马女士 咱们谈的是私底下的和解 但是 我的意思你都不听啊 行了 我不想听你说了 我劝你转达给陆飞的家人 如果明天我再拿不到钱 那咱们就法庭上见吧 来一趟 老展 事情有点控制不住了 交给我 一分不少吧 什么意思啊 立马是六分 你现在就给我去 算你讲信了 我们签个合约吧 从今天开始 放弃追究陆飞的一切才能 双方不许再提四十 何律师 剩下的事交给你了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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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展 对不住了这次 你的事 我没办法办 我都不好意思了 为了我的事 你跑上跑下的 还是分文不去 就咱俩这关系 你还提着干嘛 要说这六百万 应该不是陆佳能凑得上的吧 我没猜错吧 老展 你是不是太冲动了 我这个人做事呢 向来是深思熟虑 这你了解 你的事呢 我多少也听说些了 这么多钱 可谁那儿他也不是个小叔啊 我是怕 你一时半会儿过不来这个劲 你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不说这些了 达到目的就行了 好吧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 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保重啊老展 行 再有什么事 治个事 什么事我麻烦你啊 医生 还没开始叫号呢啊 我不是来看病的 你不是来看病的 我怎么看起来得脸熟啊 你是不是前几天来过 对对对 我前几天来过 你还记得我呀 我带那个展大鹏那个病人 来看病 展大鹏 就是那老头疼那个是吗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你什么事 我就是想问一下 他那个经常性的头疼 是什么原因啊 他那个 你跟患者是什么关系啊 我是他侄女 他是我叔 哦 行 我跟你说啊 展大鹏这个脑部相片啊 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啊 工作太累 操心太多 用脑过度 回去啊 都让他好好休息一休息 特别是你们这些亲朋好友 要好好劝劝他 这俗话说得好啊 事业诚可贵 健康价更高 他要这么长死下去积劳成绩 他事业再成 我也没用不是吗 好 我 我会劝劝他的 那个他真的没什么大事 姑娘 你这么说我可就有点含糊了 你还怕你叔叔病情不严重 我说你什么目的你这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个人强迫症 我就是 我就喜欢再确认一遍 我看你挺年轻 倒挺懂事 挺关心你叔的啊 放心吧 他没事 那就好 那个 谢谢 谢谢姚姻 没 没 没 来 好 这套 你看 夸起来 这给你给 你这玩意好开落了 要不然这就 特别特别行 要个地方 你们 你 你们是谁啊 你找谁啊 我找展大鹏啊 他搬走了 这个房儿前两天告白给我 搬了 爹啊 那房儿现在是我的了 他搬走了 老年大学啊 怎么让我回去 你们想让我回去就回去 想让我走就走 这成什么了我 你再说了我上次去 这我不伤自尊哪 你 你 你这干嘛呢 这不明摆什么 不是 你拿 拿俩箱子干什么 我这儿不缺箱子 你还不是给我买俩猪蹄回来呢 这是我的箱子 你不是在这儿住得很寂寞吗 我来陪陪你 我 我不 不寂寞 我这儿过得挺好的 是不是没地儿住了 我跟你说 我不接受你这个难民 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 我还要办事呢 你 你别耽误我这儿 不 你要真能找个小媳妇 我给您包一大红包 家四十多岁的人了 又回来啃老族 你说你要脸不要脸呢 我不住你这儿 我就把东西存这儿 那我这儿当存包处了 我跟你说 不能白搁 我给租金 行 按节算 月底结算 喂 您好 是展先生吗 那是 展先生您好 我是大通金融公司的 您名下有一套房子 在我这儿做了抵押贷款 什么 等等 等等 什么玩意儿 是 什么 抵押贷款 展德鸵 你你你你你你站住 你站住 干吗呀 你不是不让我出事呢 别装傻 别跟我这儿装傻 抵押贷款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把我这房子 给抵押出去了 没有 没有 只是借用 借用 挂不了多久就还 什么借用啊 展德鸵啊 你缺得不缺得呀 这房子是我的 是在我的名下 那房产证上 都写在我的名字 你是不是把我房产证 也给偷走了 我说了借用 借用 儿子 你要这么多钱 你干吗呀 爸 我现在遇上这儿麻烦 如果你是我亲爸爸的话 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谢谢了啊 谢谢了啊 这次我不是你亲爸行吧 我 我给你打电话 怎么不接呢 你这干吗去了 没事吧 你看看 我这又饿又困的 我只能抗奶茶生活了现在 看见没有 我饭都点好了 我都没吃 我好不好 我去展大鹏他们家赌人了 你找他算账去了 你没事吧 人都没有 找鬼算账了 我去那儿一看呀 人去楼空了 展大鹏把公司解散了 人还跑了 他之前不是为了筹资金 把房子给卖了吗 现在对方收房了 他就只能搬走 但你到哪儿去了 还不知道 这大叔怎么这么不靠谱呢 这一把年纪了还抽这风 说不干就不干了 这不玩弄上镜以前我的吗 可气的不是没工作了 是我失去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你懂吗 而且偏偏在这个时候 你说我好不容易 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一 一盆冷水就给我浇下来了 太可气了 让我想起了我爸 又伤心了 我爸也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走了 就消失在我跟我妈的生命里了 展大鹏消失不了 你放心 我告诉我爸 让我爸派人去找他 就算挖地三尺里把他挖出来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呢 简直是太好了 你别表扬我了 被信胡周展大鹏 对 他欠我一个解释 他对他来 我想不认识 一句话 我说话 你自己想不认识 我自己吃一点 你才会听到这些 不认识 那要不认识 我一直听着 都能不能做 你不用做 我一直听着 我不想好 你只听着我 我们下午就让我 也希望我而下午和你 你真的没有逐游 这要干吗呀 我累了 干不动了 别扯了 你干不动了 你干起来跟疯狗似的 比谁都精神 拦都拦不住 说实话 我真不行啊 我带了你们几个 狗原残残之几年 今天我突然意识到 太阳文化走到了今天 跟方欣然没有关系 跟资金短缺也没有关系 跟团队人才流逝更没关系 是我的问题 哥 别说了 在这个行当打拼了这么多年 我真累了 可以说 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了 我现在 对自己已经没有自信了 我开始怀疑我自己了 所以我想歇一歇着呢 不能歇 你歇让我们怎么办呀 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们这一辈子 不可能跟着我活着 你以为我离开你 就得饿死了 不会的 我知道小麦王的人找过你们 而且是高薪品情 你完全可以像方欣然 周亮他们那样 堂堂正正地跳过去 你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爸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你是不想离开我 因为你是个胆小鬼 你怕你离开了我 你一事无成 我真的是瞎了眼了 这么多年 我是白白地养了你了 我后悔 我无能 我失败 我悲哀 展大鹏 我死心大地跟着你那么多年 就是觉得你在我心目中是个英雄 我记忆话说到这个法和 咱们交换再见 scale 解 笑 哥 解 疟了 我们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哥 这何总让你来接我的 太好了 这还有人接 何总真是大好人 我希望你这个邋遢的鬼样子 就我一个人看见 行 我赶紧收拾收拾 谢谢啊 吴哥 何总 有时间吗 五分钟 可以吗 那我就再给你约时间吧 我们制作部门有想法 想跟你沟通一下 关于什么的 新节目 好啊 我很期待 还有 我上次跟你说过的事情就是 唱歌和他新节目吗 我现在就是约了他 趁想去谈呢 那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了 一定 这么有把握 看来你跟唱歌恢复关系了 恢复关系 没有啊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们是谈合作 跟感情无关 哦 对了 你还不知道呢吧 这个展大鹏啊 怎么了 你最近是不是太忙了 两耳都不闻窗外事啊 我错过了什么吗 太阳文化 偶尔拉 自己宣布死我 这个消息 够劲爆吧 那么大个办公室都专不下你 口罩来办公啊 这家的当地咖啡特别棒 都是东非的顶级豆子 特意约你来试试 你说你有展大鹏消息我才来的 你说你有展大鹏消息我才来的 别着急嘛 来试试 你把这些东西的东西 来试试 你把这些东西的东西 来试试 你把这些东西的东西 你把这些东西的东西 感觉到铺面而来的柑橘味道了吗 感觉到铺面而来的装叉味道 展大鹏在哪 展大鹏 沙滩上 哪片沙滩上 长江后浪推前的 他已经被拍在沙滩上了 你以为自己很幽默呀 你这个笑很无耻 又被你给骗了 我没骗你 来我这儿吧 唱歌 我已经找人定好了最大的三号 一口不同声 下周就可以开了 你离梦想就只差一步了 恭喜你啊 用不着你恭喜 展大鹏的太阳文化已经没有了 你还要等着他吗 你在他身边 已经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了 生命里最美好的时光 是 你说过 事为知己者死 我不反对 但展大鹏不是你的知己 他现在连你的死活他都顾不了 他现在连你的死活他都顾不了 再见 小飞 今天给你接风洗尘 多吃点 在里边吃得不好吧 哥哥 小厂 地长客 没事 你还小 今天点挫折是可以 哥哥 感谢啊 非常感谢 来 弟子再敬你一个啊 这何总太好了 你别看弟弟年纪小了 这橘子里的事儿 门儿清 就我这事儿 何总要是不运作 根本不可能出来这么快 你心里明白就行 一定敢 爸 认识何总之前啊 我就瞎混 混来混去我也没混明白 认识何总了吧 我心里特踏实 有句话叫什么 特有安全感 真的 特有安全感 我以后啊 就跟着何总好好干 当牛做马 弟弟在所不辞 哥哥 这以后在公司啊 弟弟啊 当到不到 多说说弟弟啊 多提起弟弟 弟弟就跟你混了啊 敬哥哥了啊 展四 该辞的 我现在都不知道你在哪儿 但愿这个邮箱还能用 你说过你会给我解释的 但你逃跑呢 我现在已经在 处理愤怒的边缘 你麻烦大了 你的邮件收到吗 你问了很多吓人的问题 其实解散太阳文化的理由 没你想得那么复杂 简单说 我就是突然对事业厌倦了 人到中年 反思自己的人生 发现生活是一片空白 这种感觉很可怕 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突然想歇一心 一口不同声 也许是个不错的节目策谎 但是静下心来想 那不是我要的节目 我不想为了和谁赌气 匆忙上马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节目 就算我自私吧 这是我四十多年来 做的最艰难的一个决定 我不后悔 诚哥 对你我很抱歉 你是一个对理想很执着的分量 我看好你的未来 很可惜 我不能再继续陪伴你的成长了 祝福你能在别处实现理想 若你能在别处实现理想 是 该死的展大鹏 喊什么呢 我怎么听到你喊展大鹏了 该死的展大鹏 别急 我这不是派人追杀他去了吗 还没回消息呢 他给我回邮件了 我看看 我看看 屁话 屁话 这是他回的吗 这不简直就是屁话吗 这道貌岸然的家伙 这摆明了就是跟你说 我耍了你了又怎么样了 还什么祝福你在别处实现理想 这比肇事逃逸 渣男分手更让人发指 祝福个大头鬼啊 你配死宝宝了 他肯定被上身了 上身 我告诉你啊 我认识的展大鹏 说不出这样的话 这种虚伪到致死的话 展大鹏要是说出来 他肯定自己都糊涂白沫 他肯定是被人上身了 被人上身了 被人上身 被人上身 那能被人上身吗 那肯定是鬼呀 一丝空气 也不太恐怖了 不管是人是鬼 我都得找到他 我爸都找不着的人 你准备评认自己 这两条小腿 来到深城地毯式搜索呀 就你这小体格 没找到展大鹏 他自己先挂了 我去找皮肥哥 他跟展大鹏那么多年了 他肯定知道他在哪儿 你说他给你回邮件了 就是那种 能把活人气急 把死人气活那种 你要看吗 还没信心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鱼哥 你说展大鹏到底去哪儿了 不管他去哪儿了 湘哥 听歌一句话 就当这些年 没有认识一个 叫展大鹏的人 他给你吹过牛的 承诺过的 匆匆忘掉 赶紧插一干吗 干吗 你们俩是最写的哥们 他怎么可能不告诉你 他在哪儿呢 别打住 雷兄弟 我刚想明白 我就是他这些年 想甩甩掉的 一些狗狗膏药 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就是他自己说的 虽然没说明白 就那意思嘛 可是我这些年 缺心眼似的跟着他 觉得自己还怪不错的 想着自己 学历不高 兴奋不足 但是还算中心耿耿啊 要是能被展大封重用 觉得自己还有点价值 可是到最后 全是自己骗自己的 真是他说的 Na 你得多心如涵啊 那 我茶指说了 没进去 我要走了 去哪儿 太多了 你不会被他刺激地 要去做手术吧 哥儿用得着做手术吗 我想啊 那边要是好玩的话 我就在那边 待上给你 三五个月 反正那边物价低 哥还浪得急 怎么样 跟哥一块去呗 亲这种剧简单 我不去 里边不缺女的 再说了 我还没有实现我的梦想呢 你还没实现 中国奥普拉的梦想呢 不能说堕落就堕落了 那你接着找工作吗 你还是去小麦网吧 上次咱们不是说过这事了吗 上次 上次太阳还在呢 现在太阳都下山了 我没告诉你 那天周亮来啊 其实就是为了何时 给你做工作来了 他想挖你 亲哥的 放下你跟何时那点私人音乐 找个稳定的大平台 事事干着 钱 钱挣着 比较靠谱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姐 头脑符毛时间到了 人都到齐可以开会了 好 我马上就过来 好 你说什么呢 这么热闹 王姐 有一个跟咱们有点关系的小传闻 是吗 跟我们有关 是HR的人又在散布 财人的小道消息了 不是 比那个震撼多了 太阳文化解散了 您知道吗 这个呀 这不是传闻 是真的呀 你还是走到了这边 妈呀 太想了 太想了 你是不是疯了 感谢上天 让咱们躲过了一截 你想想 要是咱们不跟着方姐来小曼 说不定现在倒霉的 就是咱们这一拨人了呀 是挺突然的 嗯 前几天我刚去了 他他们新的办公室 刚招了批西子 看皮卡胡家虎为那架势 感觉还不至于的 我真同情那帮孩子呀 刚就业就失业 工位还没做热乎 展大鹏真是懲愧王 其实展总啊 挣扎了好几个月了 不过最后还是走到群出末路 哎 现在想起还挺悲壮的 就剩展总的脾气啊 她不得气疯了 肯定啊 哎 您没有什么小道消息 关于陈总的 有 都想知道吗 想知道 你们是来工作的 还是来八卦的 如果也想丢了工作 悲壮一回 那就试试 快快快 零食都收起来啊 电视打开 电视打开 开会 黄姐 我已经让大家看了 创业节目的视频资料 就咱们的创业兽前提 现在开始 进行第一轮的头脑风暴 这会开的什么呀 头脑风暴挺平静的呀 一点也能风暴起来 是啊 还是那时候 在太阳文化的时候 展总带着咱们头脑风暴 那才叫嗨呢 不得不承认 展总在激发大伙的智慧 和思维创新方法 的确有自己的一套 哎 没错 你没看 邝欣然 一直在学展总的样子 就只是形式而已 是呀 方姐明显感觉到 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呀 你看 方姐 会上不发言 以为你们没想法呢 原来是没让你们发挥好啊 没有没有 方姐 会挺成功的 是吧 对对对对 在方姐的带领下 咱们的创业兽 一定会大火呢 对 一定的 没有毛病 方姐 我们 我们先走了 方姐 好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